二战时期 一位苏联士兵竟然偷偷带着9名日军女战俘 藏在深山老林19年 在这期间 他们生下了73个孩子 那么 苏联士兵是如何俘虏这9名女战俘的 这19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945年8月 苏军俘虏了1万名日军女医务兵 对待女兵 苏联也没有客气 他们选中了一些身强体壮的女兵 决定将她们分批送往西伯利亚挖土豆 很快 负责押运的苏军就来到了火车站 将战俘接上后 大部队立即向着西伯利亚驶去 不幸的是 在押送期间 他们遇上了突发的暴风雪 在暴风雪的影响下 博日联科夫的小队与大部队走三了 在西伯利亚 这种天气是家常便饭 为了减少意外 大部队是不会掉头寻找他们的 无奈下 他们只能继续前进 但不幸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他们竟然误打误撞 走入了苏军之前设置的一片雷区 随着几声爆炸 走在最前面的三位押韵兵当即被炸飞 经过刚刚的爆炸 他们身体被炸出多个血窟窿 必须立即救援 这时候 博日联科夫提出由他看守战俘 并催促另外两人迅速寻找救援 而他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提出意见 是因为准备干坏事 在这一路上 他看着九个女战俘 早已经心仰难耐 此刻 女战俘因占了三开的衣服 落在博日联科夫眼里 简直是赤裸裸的勾野 战友走后 他立即让九名女战俘排排站 开始挨个巡视 他将女战俘们全身上下都打量了一遍后 选中了一个最漂亮的 将其拉到了车里侵犯 此时的女战俘又累又饿 怎么也想不到苏军会对他们做这种事 他当即大喊大叫 对此 博日联科夫也没有客气 直接将枪顶在女战俘脑门上 女战俘瞬间不敢吭声 随后 博日联科夫又拿出了一些食物 看着这些食物 女战俘双眼放光 默认了他的侵犯 这下 博日联科夫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结束后 两人都十分满意 这名女战俘下车后 拿着的食物瞬间吸引了其他战俘的注意 他们立即上前询问情况 得知打扑克就可以获得后 他们对博日联科夫百般讨好 博日联科夫本来就是一个老色批 见到女战俘的这番举动后 再也忍不住了 这时候 他瞟到了一旁的战友 当即有了一个好主意 他让几名战俘挨个躺在雪地上 准备在战友眼前打扑克 女战俘为了一口吃的只能照做 战俘刚躺好 博日联科夫就压了上去 而此时 重伤的战友也躺在雪地上 瞪大眼睛看着他违反军纪 半个小时后 博日联科夫结束了侵犯 此时 他的理智也逐渐回笼 他明白 自己之前的举动 一旦被举报 很有可能吃枪子儿 但转念一想 现在他有枪有女人 如果藏起来 不就可以过神仙日子了吗 想到这里 他当即不再管战友死活 带着九名女战俘扬长而去 而在他走后没多久 三位重伤的战友 就因伤势加重死亡 二战时期 一个苏联士兵竟然带着九名日本女战俘 藏到深山老林19年 并生下了73个孩子 在这期间 他们发生了什么 博日联科夫与女战俘接连走了几天 这才找到了一片深山老林 他们立即躲了进去 现在 博日联科夫身为队伍中 唯一一个带枪的男人 自然是掌握了话语圈 他像个大爷一般躺在地上 六个女人搭建房屋 三个女人则出去找食物 看着博日联科夫手中的枪 女战俘敢怒不敢言 只能按照他说的做 很快 我碰就搭建好了 女战俘还找到一些野果 博日联科夫吃饱喝足后 再次起了色心 他不顾女战俘还没有吃饱 就开始对其领悟 这下 九名战俘都成为了他的女人 完事后 博日联科夫也厌阻地躺在了床上 养好精神后 他开始制定规矩 女战俘必须承担起养活他的重任 为此 他还为其分工 规定了媳妇做饭 以及种地等工作的人选 而他自己 则只负责吃喝拉萨 岛国上本就有着男尊女卑的思想 再加上博日联科夫有实力 他们很快就顺从了 见到女战俘顺从的样子 博日联科夫愈发放肆 女战俘们工作的时候 他就坐在椅子上 看着他们劳作 只要发现有人偷懒 就会拿着鞭子抽打 更让女战俘绝望的是 白天被博日联科夫打了一身伤 到了晚上 竟然还要轮流被他侵犯 这让女战俘们痛苦不堪 他们渐渐有了反抗的心思 一些女战俘试图夺过他手中的枪 不过 博日联科夫却十分谨慎 在打扑克时 他就将枪挂在脖子上 到了晚上 他更是将女人们的双手绑起来 在博日联科夫这种严防死守下 女战俘始终找不到反抗的机会 只能继续被他奴役 这样快活的日子 博日联科夫一过就是三年 这三年 他除了去打猎 没有做过任何劳作 也正因此 他很快就长出了肥镖 而经过三年的调缴 女战俘已经服服帖帖 不仅每天都会将工作做好 还会想方设法地服侍他 甚至 女战俘们还会为了他吃醋 看着这样的女战俘 博日联科夫更是毫不截止 整月与他们打扑克 这样的放纵 导致女战俘的肚子 一个个都大了下 虽然条件恶劣 但由于这些女战俘之前是军医 所以也将孩子安全生下 这可给十个人出了一个大难题 他们十个人 靠着女战俘的劳作 还可以勉强生活 但现在孩子出生了 人口增加的同时 生过孩子的女战俘 却要退出劳作 照顾孩子 一时间 工作的女战俘压力非常大 但博日联科夫可不管这么多 他只看到了自己生活水平下降 于是 他对女战俘们打低更狠了 甚至 他还鞭打刚生过孩子的女战俘 这一残暴行为 彻底将女战俘们惹怒了 1945年 一苏联士兵 俘获了九名日本女俘虏 他在凌辱的同时 还对他们任意打骂 女战俘们再也忍不了了 他们决定联手反抗 反抗第一步就是夺枪 这天 一位漂亮的女战俘 勾引博日联科夫 在打扑克时 女战俘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在女战俘的主动下 博日联科夫差点被榨干 结束后 他疲惫不堪 忘记了将女战俘绑起来 这下 女战俘们可找到了机会 他们打晕博日联科夫 抢走了枪 想到博日联科夫之前的所作所为 他们当即准备开枪打死他 但当女战俘扣动扳机后 他们才知道枪里早已经没有子弹 这些年 博日联科夫用一把控枪 威胁他们做了许多事 意识到这一点后 女战俘们再也忍不住 他们对着博日联科夫拳打脚踢 将其打敌鼻青连转 从这之后 双方的位置彻底扭转了 在之前 女战俘们当牛做马 博日联科夫成为了牛马 每天天不亮 他就得起床找食物 一旦食物不能让女战俘满意 就会遭到一顿大骂 而在分食物时 只有女战俘们吃完后 博日联科夫才能吃剩下的 吃完饭后 他开始挨个照顾九名战俘 战俘们没吩咐的时候 他又得照顾孩子 这样的工作量 让博日联科夫疲惫不堪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 到了晚上 他必须交公粮 有时候 女战俘们为了寻求刺激 还会躺在一个屋子里 挨个压榨他 在这样的日子中 博日联科夫迅速消瘦 走路都开始不稳 他也想过逃跑 但当初他为了防止 被苏军抓到 躲到了丛林深处 这里的道路很难分辨 再加上天气严寒 恐怕他还没跑出去 已经被冻死了 他只能任由女战俘折磨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6年 在这期间 他与女战俘生下了73个孩子 由于身体被掏空 40岁的博日联科夫 已经满头滑发 看着就像一个大爷 看着自己的惨状 他再也忍不住了 于是 在一次外出寻找食物时 他不要命地冲下了山 幸运的是 他竟然误导误撞走出了山林 来到一座小镇后 他又哭又笑 冷静后要求村民带他去自首 到了警局 他将自己的事情悉数说出 警察对他的离奇遭遇 也是十分震惊 并立即出警 时隔19年 9位日本女战俘 终于走出了深山老林 随后 这83人被送完莫斯科 军方得知消息后 立即将博日联科夫关押起来 经过审判 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而其他人 经过审讯后 军被遣返回日本 归判处12年有期徒刑